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法国国会通过新的食品法 规定餐厅只有用新鲜食材煮出来的菜 先可以称之为自家制 确保食客知道 食入口的到底是新鲜食材 还是加热冷冻食品 说到尾就是要保住法国菜的金七招牌 法国美食传统 总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众包括餐桌礼仪和餐桌布置 法国菜的特点是选料广泛 加工精细 烹调考究 重视调味 文明天下的法国美食 有鹅肝和松露 法式名菜就有焗法国蝗牛 红酒煮鸡 洋葱汤等等 法国盛产葡萄酒 酒也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东西 法国人对餐饮的配搭非常讲究 简单来说 饭前会饮味道较淡 或者有果味的开胃酒 吃沙律或者海鲜的时候就饮白酒 吃肉饮红酒 饭后再饮少少白兰地 或者甜餐酒 一餐法国餐最先享用的开胃酒 之后就是冬头盘 热汤 热头盘 主菜和甜品 最后还要来一杯餐后酒 先算是画上圆满的句号 法国菜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特色 南方沿海地区多数用橄榄油煮食 菜式以海产为主 东方和北方就以肉食为主 例如小牛肉、羊肉或者家琴 都是常见的材料 也多用奶油和芝士 除了地区之外 法国菜也分为几个主流派系 包括访效以前皇亲贵族餐单 选用名贵材料的古典法国菜 还有选料新鲜 做法较为简单 多数是历代平民采用的家常法国菜 还有着重原汁原味 少用油 而且口味比较清淡的新派法国菜 法式的餐桌一般都是长方形 布置为美 款客的时候 男女主人会各自坐在餐桌两边 方便招呼 餐具会根据用餐的情况 在进餐之前 全部摆放每个人的餐盘两边 使用的时候必须由外到内取用 用完之后要平放在餐盘上代收 食饭的时候每个人面前同一时间只会有一道菜 至于法国人最喜欢的法式面包 例如是牛角包 就会长放在餐桌上可以随时添食 传统的法国菜单一共有13道菜 每道菜的份量不多 全部都精致讲究 怪不得有人说 食一餐饭 狠狠地要用几个小时 不少人在情人和元宵佳节 会和男女朋友食一餐法国菜慶祝 有机会不妨留意下 自己是不是吃着名副其实的法国传统美食 今日新闻之父说到此